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徽球事馆节目 陈希决定不派对参加今届竹种赛事 所有球员可以自由转会 愚远亦都被发现并没有报名参赛 意味着冰沃时代两大班霸 今年夏天可能一起告别球坛 真是代表一个时代的终结 回想千禧年代错 法逆通东圆二合,双双退出 南华又缩皮那组全华班 本港球市一落千丈 经常都是职球员更多个观众 正式进入冰河时期 这个时候,香港甲组足球联赛 就只得回神禧和鱼丸两支竞云 由01年至06年 两队各赢得三次联赛冠军,评分春色 杯赛方面,神禧赢过一千人牌 三次联赛杯,三次足重杯冠军 鱼丸就銀牌,联赛杯,足重杯,各赢一次 所以说,神禧和鱼丸是冰河时期 两大班霸,相信没有人会反对 神禧版主周氏兄弟 最初踏足球圈是周文慧和周文熙 1993年担任法逆通足球部政府主任 之后过档,他令一支商业球队好易通 后来,好易通台湾老板钱平角 不再出资赞助球队 周氏兄弟,没理由出钱帮人宣传 1999年,将球队改名神器 第一个球季,便获得联赛贵军 第二季,在获得足球总会 固扁100万元插班费后 2000年,正式独立参赛 将原有会席交给保制院 至于鱼丸体育会 成立于1950年 1957年,加入丙祖联赛 连续赢得丙祖冠军 月祖冠军,成功升上甲组 1965年,第一次赢得甲组联赛冠军 1967年,左派暴动 鱼丸不满,中球总会支持港英政府镇压 将冠军抗议 暴动结束后,鱼丸重新加入丙祖 实现三年计划 在70年,重返甲组 虽然一直都是前地分子 拥有张子代,钟楚慧,刘荣叶,梁瑞荣等华人求胜 但始终都与联赛冠标无缘 直至1989年,才再次夺得联赛冠军 1990年代,东方王朝崛起 加上多支商业大军 鱼丸沦为中游球队 到了1998年,林大辉和冠永义一切入国 两人分别大兵加盟 合力组成巨型班 相隔十年,成功重夺联赛冠军 01年,再次赢得联赛錦标 3年内,两度成为联赛盟主 之后,香港球坛进入冰河时期 也开启晨禧和鱼丸争霸的年代 在接下来的5个球柜里面 本地20项錦标之中 两队加起来,赢了14次冠军 以及16次亚军 认真不简单 当年,晨禧和鱼丸在本地球坛评分春色 不过,参加了亚洲足协杯 两类成绩就差天共地 鱼丸,当时分组赛就出局 甚至试过,包尾大饭 晨禧就不同了 2005年,第一次参赛 分组赛就三胜三和,手名出线 八球遇上,黎巴嫩球队阿尔阿哈德 首回合,组合输0比1 此回合,分到主赛赢3比1,晋级4强 准决赛,对着另一支黎巴嫩球队阿尔内泽默 首回合,组合输0比3 此回合,组合输2比3,宣告4强止步 美组本作的是,只有2649人入场观战 场面冷清 不过,随着罗杰胜,06年再次担任南华足球部主任 大洒金钱招兵买麻 加上洁智崛起,神器如丸,足足占凌为配角 南华引入市场推广概念 旧式搞球的神器,还显得跟不上时代步伐 一本死黄笔记,更加成为笑柄 后来,既因为不肯参加加钱波波计划 被其他球迷视为公敌,不停遭到网民攻击 比赛也经常被削 2014年,宣布不参加新成立的港超联 继续留在甲组作赛 之后还接连各班,跌到丙祖 远的情况就更加不堪 自从冠永健离开之后,每方没有人肯出钱支持 2009年,将对方外判就出事 即是拖欠薪金,部分球员缺席操练 2010年5月,四名角援所为打甲球被捕 渔苑体育会成立了60周年,足球队和篮球队 齐齐钢拔 参与后,虽然重返甲组 但2014年1月,第二次爆出甲球丑闻 彦署人员进入青衣运场更衣室 拘捕6名渔苑球员,外援莎莎默斯 被判入育1年,渔苑亦间接送出第一届 是港超联參賽資格 遠之後一降再降 曾經淪落到丙祖作賽 陳子實入主球隊 連續三季 迎得丙祖月祖甲祖聯合拳棍 在2019年成功升上港超聯 第一季成績不過不失 到第二季 先未交保險費 被罰禁賽七天 之後還爆發欠伸事件 2021年宣布自降甲祖 上屆又再爆出假球醜聞 漁園教練趙國昭 和11名球員被廉署拘捕 一支老牌左派球會 近年多次涉及假球和欠伸 更離奇的是 有漁園會高層 一再說不關他事 真是令人嘔嘴 近日有消息傳出 陳希找到白武士打夠 參賽可能有轉機 看看足球總會是否接受 陳希這次不嫁又嫁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次見 拜拜